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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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笑傲股市 沒料到會碰壁 還是不鏽鋼的那種 事情要從19年前說起 那時D-RAM很強 也賺了不少 剛好摸得上櫃 就買了 最初股價五十幾塊 沒多久就飆到九十幾 就送欸 把房子賣了錢都砸下去 我買了上百張 這支股票後來衝到一百五十億元 貓喜啦 我還接到自稱是代辦 MOTHER的股物的電話 說要派專人到虎送我 簡直烈火朋友 我忍不住跟朋友現樣 真的假的你要小心 依我看這是黃鼠蘭給幾百年 我看是著了魔報 當時的我根本聽不見 就連那個來家裡 收電腦的工程師也僅夠夠 現在D-RAM都在清庫存 股票最好不要包太久 哼哼懂什麼 沒想到股東配合 沒得從高峰摔下去 甚至直接吃過 我在疊到剩十幾塊 我只能認賠殺出 噔噔噔噔噔噔咧 我在市林買的上千萬黃子 跟著沒了 錢家被貨搬到交旗 不要再唸 都要傢伙人亡了 我還不能唸 確認了 LOSER 沒有那個屁股 就別吃那種解藥 我給你離婚 失算啊 現在我只有騎輛二手破機車 在公司和租屋處間 長途跋涉通勤 想到人生到頭來一場空 喔真的好假 警方調查 死者是50歲的成姓男子 疑似投資失利 雖然家人不斷安慰 但他仍育育寡歡 選擇輕生 科技釀成的悲劑 替你的MOTHER 死者